亚洲人 尤其台湾人 特别多胃食道逆流 而且严重型的胃食道逆流 会造成胸口灼热 胃酸倒流 打嗝 甚至呼吸道不适的症状 甚至会影响牙齿健康 其实胃食道逆流 在牙医师检查的时候 它是有一些表征 可以特别被看出来的 像牙齿会凹凹的 中间特别黄一个凹洞 可是外圈白白的一圈 这种特殊的现象 牙医师会注意到说 这个病人是不是 常常爱吃甜的东西之外 有胃食道逆流 牙医师郭欣宇提醒 当牙齿出现表层凹洞 中间特别黄 就显示牙齿的法郎值 被胃酸破坏 迎进速救医治疗 怕看牙医而延误治疗 不仅疗程更久更复杂 荷包花的钱也会更多 牙医师能做的工作 就是只有针对牙齿的 被酸的破坏去加强 可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一定我们还是会提醒 病人说你一定要去看 肠胃科医师 你要先照胃镜 可能要吃药 或者是改善生活的习惯 当你拖得越久 看到这些病人的时候 往往这个牙齿就是 明明就可以救 就变得要拔掉 甚至是拔掉了之后 骨头还破坏的好多 你要重建地基 重建骨头 所以我知道大家都会很害怕 但是你必须要想说 你在这一秒钟不治疗的 下一秒 它这个问题就会更复杂 更难治疗 时间要更长 钱也要花得更多 医师呼吁 民众有胃食道逆流症状 不要轻忽 预防剩余治疗 也能够避免恶化 守护健康能面